也很小欸 對啊 他們就管不住欸 我就回答說 你們這些愛原諒女人也很煩好不好 就這樣渣男才不會滅亡啊 這算起家大家比較少出門 表姐疑似多了一個身份 看愛心現實的動態不得了了 這是什麼熱門單元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怎麼開始 沒有就是你知道 我從來也不會問粉絲說 欸你們在問我什麼問題 防疫情境太無聊 我就問大家說 欸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 結果真的有人要問 就怎麼這麼多的問題 就真的很多人問你知道嗎 學到部分都是 愛情跟皮膚的問題 愛情問題就是 多到會想說 我以為我們中口味一定回答過多 其實問題都是差不多 但是就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愛回不回訊息啊 或是我到底愛上他中了他有多 差不多差不多啊 你就準備一些厲害的嗎 沒有欸都不厲害欸 熱騰騰今天剛剛搭車的時候回答 最新的 男友還是會跟之前劈腿 去開房間的對象傳訊息好煩 你會回什麼 可以跟著 對啊 他們是管不住欸 我就回答說 你們這些愛原諒的女人也很煩好不好 就這樣渣男才不會滅亡啊 難怪我最近很常被檢舉 我跟你講 我今天錄影片之前 我的IG會被檢舉 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罵粉絲 我也覺得很煩啊 因為如果我講實話啊 就他們又走不出來 又愛問問你 對不對 可是他又不去面對他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都 讓渣男有時候要請罰的話 他就會慢慢的絕種 就跟法律是一樣的道理 制止很多人想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你就不制止他 然後你原諒他 那不就加獎嗎 就大概是這一類的問題會被我罵 或是你知道男友總是在我提訴分手的時候 才說要跟我結婚 很好的時候人又繼續裝飾 怎麼樣看得出來他是認真還是說說 提分手的時候就立刻去跟進 欸對耶 可以耶 對耶 他做了你就壓了他去跟進 你就拉著男友走到護身事務所門口 說我們分手吧 他說好我跟妳結婚 好你們就進去 現在就壓了他進去 好像他個小 他個小這樣壓著 走進去 對你就壓了他 就這麼簡單 因為很多女生覺得對自己自肅不夠好 就覺得他別人覺得他不好 很多人很愛問我 沒有自信該怎麼辦 而且他們也不講哪裡沒自信 就是很籠統 就要軟體啊 然後明明跟網友聊到開心 但是就是不想出去見 那玩屁啊 對你看像我們 像我們都不能玩 你知道 你怎麼玩啊 對 我們想出去見都沒得見好不好 好好把握你知道嗎 那你們趁現在出門吧 他們就說沒自信 因為這個問題太籠統 所以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回答 後來我仔細想一想 我一個朋友他前女友好沒自信 你知道有一種女生照相的時候會 遮臉 對 而且他假時尚 就是這樣 對 沒有是我們 我們才會這樣 對 以前我真的長很多痘痘 多嚴重啊 到最慘 同學人也蠻好 因為可能到好笑的人 比較不會被 叫這種難聽的說 以前都被叫月球表面 這是最經常聽到 剛好我就是長很多痘痘 但我沒有凹痘 但就是很多白的紅的 那時候好險 就沒有手機 然後像素都很低 那個畫質有點 看起來就紅紅的這邊 但他們都知道你什麼之類的 沒有欸 怎麼辦啊 因為我們好笑的人 不會被人欺負 好笑的人都會活得不錯 欸我們笑不開心 所以那時候 你有因為臉上一家就鬥鬥 然後有發生什麼很丟臉的事情 欸有欸 你臉上有長過大爛的東西 有一陣子就是國高中考試 對 就是爛到不行 糗是真的有 因為 有時候譬如說那種白頭 或是幹嘛的 你可能不小心去摳到 他就開始 你自己不知道 然後你講講話 你同學說欸你流血 就是他寫的這樣流下來 然後你一照聽說 痘痘破了 真的 我以為你真的流到這邊嘴角 還閒閒的你知道嗎 以前我真的 長超多大爛鬥 然後真的超沒知情 那個時候我拍照也是 也要這樣你知道 所以如果說他不認識你的 他會以為你在看他流移遊戲 對 那時候拍什麼動作 變什麼這樣子 是因為痘痘破了 我有時候換我 看到別人 就沒有那麼熟 他痘痘破了 然後開始流血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講 就不好意思 我覺得要欸 對 因為不然他會這樣子流啊 因為戲劇還是會一直感染到 更多的 對 那時候常流血 就覺得自己很丟臉 重點就是要找到 你人生的光明燈 包含現在其實 疫情比較趨緩的情況下 希望可以把疫情趕走 讓他們的愛情回來 很多人在問我說 標題的 疫情關在家 沒辦法見新的 我忘了有該怎麼辦 我說不然你們先私訊 是先幹嘛 沒有先聊天啊 全聊天 喔OK 不然要幹嘛 我不是 現在可以有人 擁人的互動了好嗎 希望我們愛情還可以回歸回來 把這些狀態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參加一些 人與人連結的活動 好啦 祝福大家下班 你們都可以非常的幸福快樂 謝謝表姐 謝謝 表姐 拜拜